好 再次欢迎全球线上的家人 再次来到这个感恩祈福的美好时光 我们在上上集有跟大家提到 我们人跟天下的万物 都是有一种能量 一种频率的 而且彼此之间都是有互动 有连结存在的 因此都会互相影响 这个概念很碰巧的 我们今天一大早如果有上线听到 我们主持人跟我们分享的 由不同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结果发现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宇宙当中 就是充满满满的能量 我们学到了这样子的概念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有没有把这样子的概念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保持着正能量 抱着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会发生的人事物呢 然后进一步对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感觉到意外的惊喜 或者是有好事发生呢 那我们今天呢 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我们的人生 我们就是要来探讨就是说 我们每天面对各式各样的事情 那么大家首先就是后学首先要先关心大家一下 我们今天心情好吗 我们感觉怎么样呢 因为呢我们每天都会就是希望自己都过着 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呢为什么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呢 看不顺眼 然后呢总是会被一些负面的情绪困扰 譬如说我很忧伤啊 嫉妒啊 恐惧啊 等等的情绪 然后我们呢 我们呢有时候呢 就是会常常感觉到 一大早出门是开开心心的 那从一开始的工作啊 到回到家里啊 面对的孩子啊 我们的另外一半啊 甚至于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公公婆婆之间 总是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到了这些 之前想要发出这些能量 但是它不时就会有一些负能量的出现 那我们呢其实现在的医学 有研究报导出来啊 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一些身心疾病啊 有九成以上 我们脑中现在浮现的大大小小的情绪啊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情绪的累积 哦大家听到一定会吓一跳对不对 因为我们人啊都喜欢眼见微凭 看得到看不到的摸不着的 我们都会就忽略它 就像情绪一样 那所以当我们情绪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有这么严重吗 是这样子吗 应该呢睡一觉 或者是呢运动一下 或者是呢大吃一顿就没事了吧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进一步认识这个情绪 其实这个情绪啊对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啊都有它的功能的存在的 上天呢创造我们这个身体 其实它天生就会有一些功能 只是呢我们没有发现 好那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情绪它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们在这个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发生情绪的时候啊 常常都会觉得说 这个情绪啊怎么会这么讨厌 好它就冒出来了 好然后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它 然后甚至于呢就是跟另外一半就是发生争吵了之后呢 就是不了了之 好那我们呢就是 常常就是都会觉得 我们要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是从理性 都是应该是理性来做这个决定的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呢 其实专家他们研究出现研究发现啊 我们的情绪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决策的 好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好他不管买什么股票 好投资什么标的 通通都赚钱 但有一次很不幸的他发生车祸了 好那他那个医生呢帮他从脑部啊身体啊上上下下 彻底的做一个检查呢 发现不幸中的大幸就是 他除了就是只有那个前额叶 他脑部的前额叶受伤 所以他的脑部啊 他的手眼协调啊 他的身体啊都没有受到损伤 就只有这一个呢 这个前额叶刚好就是呢 我们理解情绪的这个地方 那他之后所做的这一些决策呢 都频频失误了 好所以呢 我们这个标题才会写说 情绪是我们人生的导航系统 好我们人生做的一些重大的决定啊 好不一定是理性分析的结果 反而是我们一个感觉一个直觉甚至是一股悸动 觉得就是这个了 好所以当我们感觉好的时候 我们就是走在正确的路上 当我们感觉不对的时候 我们就像我们的导航系统要重新设定了 好那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 情绪的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情绪它是我们跟其他人沟通的管道 有一群那个心理学家 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他找了一些爸爸妈妈 做了两个阶段的实验 那这些爸爸妈妈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小孩 第一阶段的实验呢 就是对着这个小孩看着他 然后满心欢喜的对他微笑 各位猜一猜 那这个孩子他会怎么样呢 然后答对了 他就跟着笑起来了 那第二个阶段呢 一样是这个爸爸妈妈呢 带着自己亲生的小孩 然后呢面无表情的看着他的孩子 各位猜猜看 他的孩子怎么了呢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没错 他的孩子就跟着哭了起来了 对一个刚出生的小孩 他一个字也不会说 一句话也听不懂 他就可以透过观察我们的表情 然后来判断他是不是安全的 所以情绪的功用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跟其他的人沟通 那既然呢情绪这么好用 我们平常为什么感受不到呢 好 那其实啊情绪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是在交朋友 或者是在职场上 跟同事啊老板之间的互动 它都是非常的好用 只不过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可能呢就是所面临到的现实啊 会有一种声音出来就是说 我并不这么觉得啊 因为呢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呢 觉得它就可能破坏到我的工作 破坏到我的人际关系 甚至于破坏到我的健康 好 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应用情绪 如何把这个情绪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这都不是我们各位的错 因为呢其实情绪啊 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 都是带着情绪的创伤长大的 什么是情绪的创伤呢 其实我们小时候啊 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爸爸妈妈呢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否定 他会对我们说有什么大不了 这个下一次再努力就好了 没有这么大的关系的 一下子呢就把我们否定了 那我们在心里面呢就会有一个阴影 那就是这个阴影呢 就是会长期的累积下来 那如果有一些男性朋友呢 他可能就会更有感觉啊 就是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说你是男生 你不准哭 对不对 但是呢情绪啊 尤其我们知道婴儿一出生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嚎啕大哭 这是我们人一出生啊 第一件学会做的事情 而且呢根本都不用教 那我们就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啊 从小到大的教育 还有我们的社会整个环境啊 我们的社会整个环境啊都会崇尚这个所谓的阳性的能量 譬如说告诉我们你要坚强 你要就是不准哭污 然后就是要有效率 动作要快一点 这是属于比较阳性的能量 那都相对的就会贬低阴性的能量 就像情绪慢慢来等等的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会觉得情绪它是不好的东西 那我们在这样子的文化底下 其实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受影响 这都不是我们的错 那我们这样子来提到这件事情呢 也不是要指责我们的父母 因为呢这个是上一代 右一代 再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复制下来的 我们不知不觉都受到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呢要感觉到很幸运的就是说 我们有就是心理师可以提供给我们很新的一些知识 让我们去学习如何跟这个情绪相处 如何跟它和解 然后让我们呢更懂得跟这些负面情绪来相处 然后呢甚至于呢它可以呢 逆向的来帮助我们更理解更理清我们自己 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 我们呢当我们遇到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负面情绪可以就是很顺畅的来修复 然后不会受到这个负面的情绪的影响 好 那我们呢常常会遇到一些一些人啊 他生气起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他说你在生气哦 他一定会说我哪有生气 是你在生气 所以这个承认自己在生气当中呢 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要教大家一个方式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自己呢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 好 那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一个 我们每天都会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去呼吸 只不过呢我们呢没有深刻的让这个呼吸呢 让这个能量呢在我们的身体这样流动 然后去感受 好 那呼吸呢它其实呢可以自动平衡我们的自律神经 大家知道自律神经是什么呢 它是由两条神经组合而成的 一条呢叫交感神经另外一条是副交感神经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机能就会自动启动交感神经 好 然后启动这个比较阳性的能量 那当我们吸气吐气的时候啊 就会自动启动这个副交感神经 然后呢也会发出就是让这个阴性的能量能够流畅 好 所以在我们这样子一吸一吐一吸一吐之间呢 我们的情绪就会跟着阴阳平衡起来了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如果我们正在紧张的时候呢就有人会提醒我们深呼吸吐气 很奇妙的很神奇的我们一些紧张的情绪就会慢慢的回复下来了 那接下来呢或许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呢带着大家来做这一个简易的呼吸法 让我们呢去感受呼吸对我们跟能量之间的这个流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平常随时随地就可以拿来运用了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做五轮的呼吸 那每一次呼吸呢或许会带着大家把能量呢就是引导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让我们来实地的感受一下 那首先呢请大家找到一个放松的方式 好那我们就是让自己呢很稳稳的坐着 所以找到这一种安定稳定的感觉之后呢 我们首先先把我们肺部里面的空气全部吐出来 然后呢或许要邀请大家呢轻轻地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呢主要是要组个视觉 好我们跟外界的世界会有一些振动晃动 或者是分散注意力的能量 好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呢全心都专注在我们的内心 好所以我们可以呢把我们的眼睛轻轻地闭起来 然后接着我们要进行第一次的吸气 好我们呢就是第一次现在开始 好我们全心地来吸气 心念就放在我们的呼吸当中 然后想象我们把这个空气呢 透过这个鼻腔流到我们的胸腔 然后感觉到它满满的能量进来 最后再吐气 第二次吸气 我们感觉到能量进入到我们的下腹腔 感觉肚子有点鼓鼓的 然后吐气 然后吐气 第三次吸气 感觉能量呢流到我的全身的四肢 我的手脚 指尖 感觉有一点麻麻的 然后吐气 第四次呼吸 感觉能量冲到我们的头顶 我们的额头 我们的眼皮 有一点点感觉 然后吐气 最后我们把我们的能量流进我们身体 然后发散到身体的四周围 感觉有一个满满正能量场 它正在保护着我们 然后吐气 好 我们大家一起做完这五次的呼吸之后呢 后选要邀请大家自由的呼吸 然后大家去感受一下自己现在的感觉如何 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放松 心情自然而然的就是开朗起来了呢 好 那我们呢就是当我们有察觉到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非常简便的方式 让我们呢 跟自己的情绪相处 然后呢 首先就是要承认 接受这样的情绪的存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才进一步呢 就是要跟情绪 就是情绪做一个对话 也就是我们说的倾听 那这个倾听的方式有很多 我们可以 如果自己有跟情绪对话的方式都可以运用 等一下要介绍的呢 就是透过书写的方式来跟情绪对话 那我们呢 平常啊 在有情绪的时候啊 好 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做其他事情了 所以当我们有察觉情绪来的时候 我们要马上放下我们手边的任何的事情 然后就是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那如果我们刚开始在做 跟情绪做倾听对话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透过下面三个小问题练习来跟我们的情绪对话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我现在有哪一些情绪呢 好 我们在一般人我们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只有发现我们表层的情绪 我们很难去察觉我们内在的情绪 其实情绪呢是一连串的 我们要往内往内去看 好 也许呢你就会发现 我现在的情绪不只有生气 好 我还觉得呢是愤怒 觉得有罪恶感 觉得有难过 好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把这一串情绪啊 回想这一串情绪 我们要回溯过去 好 这是我们早期的经验 有哪一个经验呢 我们也是一样有同样的情绪出来 那这样的情绪越早发生呢 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得更早 好 最好 因为呢 越早发生的情绪 那因为我年纪小 那对我们接受这些伤害感呢 就会越大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更早 回溯到更早 然后发现到更早的 这些情绪创伤的话呢 我们修复的效果会是最好的 好 这是我们可以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情绪在此时此刻 要帮助我们什么呢 好 也许呢 有人说这个情绪呢 表达出来就是要捍卫我的权利 或者呢 也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情绪出来呢 就是呢 要抚慰我还没有修复 还没有被疗愈的这些情绪 好 当我们呢 学会承认接纳 还有倾听自己情绪之后呢 最后呢 就要转化我们的情绪 将我们的情绪呢 换成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的情绪 好 那原本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呢 我发出情绪的时候 我非常的不喜欢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自己 然后我们透过以上的 这个承认跟倾听之后呢 你会慢慢发现 其实啊 我甚至于开始觉得 感谢这个情绪 感恩它的出现 让它发现 我其实内心的世界 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 好 有一个先生啊 他非常容易发脾气 好 他生气起来的时候 就是拍桌大骂 拍桌大骂 这样子重复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后来他倾听自己的情绪之后呢 他发现 他从小到大 父母啊 对他耳提面命的一句话 用台语是这么说的 你今天人有心没嘴啊 意思就是说 小孩子呢 不要有意见 就是安静的 就是听大人说就好了 所以他觉得呢 他要大声 更大声 才能够让大家 看见他的声音 听见他的声音 但是呢 回到职场之后呢 到了职场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跟同事相处呢 其实呢 同事 不会想要理他的 那他察觉到 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之后呢 他开始转变了 就是表达的方式 当他发现他情绪上来的时候 他就就是好言好语的 跟同事说 我感觉现在有点难过啊 你们可不可以听听我的意见啊 发现这样子一说呢 其实同事呢 对他的情绪接纳 然后也比较呢 跟他能够相处的比较融洽 好 所以呢我们透过以上的 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透过呼吸来接纳 承认我们自己 目前到底内在的情绪有哪些 然后呢 再透过回溯过去 找到呢 我们最早的那个 不好的经验也好 就是这样子的情绪 把它挖掘出来之后呢 最后呢 我们透过一个转化 好 让我们把这个情绪表达的方式呢 转化一下 好 因为呢 我们如果没有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能会用一个很原始的方式 譬如说我很嫉妒 我很嫉妒你呢 我可能呢 就会想要报复你 想要破坏你 好 那他觉得呢 我只有用这样子的方式把你压低 那么他就可以抬高他自己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把别人压低之后呢 其实虽然呢 别人受到伤害 但是呢 自己呢 也受到就是沉沦了 好 所以我们简单的学习这样的方式 当我们遇到负面情绪来的时候 先冷静下来 听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好 大家回去可以呢 试试看这样的方式 对我们的生活 有没有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好 再来呢 我们呢 其实啊 心理学家有提过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人类当中的痛苦啊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好 就是我们人跟人的相处啊 如果发生 常常发生冲突 其实呢 会带给我们非常不愉快的经验 然后让我们的日子呢 就是度日如年啊 就是感受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那当我们面临到这个沟通的冲突的时候 要怎么办呢 其实呢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沟通的原则原理的话 好 我们就是可以面对我们大大小小的冲突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会跟别人沟通呢 我们平常讲话都会很自然的 啪哩啪啦一句话就讲出去了 完全没有想过 我怎么样来讲一句话 会让对方听起来比较能够接受 接下来呢 后学就是要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们如何来用沟通的两个小小的原则 让我们呢 跟不管是在亲子的关系 跟伴侣的关系 甚至于呢 是跟同事之间的互动都可以很好 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要用具体而且不带评价的方式来表达 也许我们今天会想要跟另外一半讨论说 你经常迟到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能会很顺着我们的习惯就讲说 你总是迟到 好 那这是第一种说法 那第二种说法呢 也许我们会说 你呢 今天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 各位来判断一下 这两种说法 哪一种说法听起来呢 会是比较具体的呢 好 我相信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 你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 相对是比较具体的 好 那如果呢 我们用一些很模糊的句子来形容啊 你总是怎样啊 你老是这样啊 你又是这样啊 这样子很模糊 那其实会让人家感觉到 这是在指责 甚至去就是带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要 学会呢 这个评价呢 我们要做一 对这个评价呢 要做一个客观的观察 好 这个呢 刚刚讲说要具体 但是不带评价 那这个不带评价 我们怎么样来客观观察呢 因为我们常常呢 就是说 如果对一件事情很讨厌 好 你可能说 哎呀 我非常的讨厌你 直接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 但是如果呢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 比如说 我说 你讲的这句话呢 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好 各位 所以应该就是可以感觉得到 后面这句话 好 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呢 比较客观呢 好 比较不会觉得 马上那种 生气的情绪就起来了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我们呢 如果要去称赞一个人啊 其实呢 我们如果直接说 你这个人真好 好 我们的感觉呢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很别扭 很不自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啊 其实呢 都不断在接受评价 好 小时候在 就是学校的时候啊 哎 你是成绩是在前面的 你是好学生 你的成绩在后面的 你就是坏学生 所以我们的身上呢 累积一堆这样子的评价 所以我们当我们面临到评价的时候 不管是他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去接受他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观察 来表达我们的赞美 这样子呢 就会让对方比较容易接受 比如说你要称赞 哎你真是个好人 那如果可以把它改成说 哎你每个月啊 都有捐钱给育幼月 你真是个好人啊 好 这句话呢 就比前面那一句话 更客观 更具体 然后让人家觉得 更能够接受你的赞美 好 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两个小小的技巧 好 我们在讲话当中呢 就是具体而且不带评价 那这个不带评价的这些话呢 能够更客观 用客观的观察 然后呢 让我们呢 就是跟对方的沟通 可以更平顺一点 好 这样子呢 我们的一些人际冲突呢 就会减少许多 好 那最后呢 就是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呢 我们在面对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修复这个冲突呢 相信呢 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的冲突呢 就是经常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 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小小的方式来解决 或者是说避免这样的冲突 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自在会更快乐 好 那这一个这四个小步骤呢 是有顺序的哦 它是不能够对调的 那等一下我们用一个小小的例子呢 把它串起来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第一个呢就是说出我的客观观察 第二个呢是就是要说出我的情绪跟感受 再来呢就是我对他的猜测 最后呢就是我的期待 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妻子 她煮了满满满桌的菜要等着先生下班 可是经过了9点10点都等不到先生回来 突然11点门这一咔嚓打开了先生回来了 那我们一般可能就会说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你干脆就是不要回来算了 你简直是把家里当成旅馆 可能会这么生气 那如果我们会运用到这一个呢 你要说出你的客观观察 你这么晚回 你总是这么晚回来 我们可以说你这个礼拜已经超过三次 然后有11点之后才回来 那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 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我平常才不会这样讲话呢 可是呢我们沟通呢 不能够顺着我们的习惯 我们要顺着我们的人性 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下 让他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受 如果我们用这样子比较客观的方式 表达我们的情绪 对方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情绪 那再来呢 要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感受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说是 我因为担心 我因为害怕 不知道你这么晚了 是不是出事了 这样子的清却让他知道 你担心的是什么 而不是让他感觉到 你就是在发脾气而已 然后再来呢 就是要对他说 就是对他有一个猜测 这个猜测重点不是猜对 重点是要让他知道 你是站在他的立场着想的 好 所以呢 你可以说 你可能是因为老板把你留下来工作 或者是你最近的工作太忙了 好 那最后呢 就是要 就是我们的期待 好 就要讲出我们的期待 好 就是说 我希望呢 你如果不能回来 你可以呢 传个LINE给我 或是打电话给我 让我知道 你会晚一点回家 好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简单的方式呢 好 让我们 跟另外一半之间 跟亲子之间 或者是跟同事老板之间 能够减少一些冲突 那让我们这些冲突降下来之后 我们的发现 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是充满着美好的 好 所以最后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总是充斥的错综复杂的人事物 那如果我们能够借有这些人事物 好 来修炼我们的心性 好 这样子 会是很棒的 好 因为呢 我们遇到顺境的时候要感恩 是非常自然而然的 但是如果能够在逆境当中 我们还能够学习到宽心 学习到静心 那么呢 就是非常不简单的 好 那让我们呢 能够实实地存着这个感恩的心 好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今天呢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要用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呢 带领大家呢 就是跟我们最想要祈福的人 好 然后呢 说出我们心中的希望 好 因为我们今天呢 一堂一天的课程下来之后 我们接受到上天满满的正能量 那我们呢 将这个能量呢 在从我们身上给发散出去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对象呢 可以是我们关心的人 或是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朋友 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片刻的时间 我们对他说出一个祝福的话 从我们之前一连串的课程下来 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这一个念力啊 能量啊 其实是五远佛界的 虽然是小小的能力的一句话 一个想法就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想法 然后传达给对方 那这一个祈福呢 随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 那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没有那么充裕 所以呢我们就是进行到这边 那希望呢 我们下一个礼拜 大家还有机会来参与这一个线上的课程 我们一起再来共度这个美好的时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